救護車十萬火急趕往事故地點 因為一名十六歲少年慘遭煙火炸傷 整隻右手掌皮開肉綻 傷口深刻薦骨相當嚴重 裝潢衣的少年坐進救護車 右手鮮血淋漓 滿臉痛苦 救護人員幫忙包紮傷口 趕緊把人送進醫院 少年躺在病床上痛得不時仰頭 整張臉圈就在一起 我們經過處理發現 他有第二指遠端手指的骨折 第三指有部分的缺損 少年的右手幾乎被炸爛 十指骨折 中指之力破碎 被緊急送醫 開刀治療 但好端端的 怎麼會被煙火炸成重傷 有火傷人意外就發生在 十九號中午加一步待症 受傷的十六歲高中生 當時家裡正在拜拜 他疑似想學人玩甩砲 擅自拆組六發樁的小型煙火 拿在手上點燃 卻來不及丟出 因此炸傷右手 我們實際詢問煙火業者 其實小型煙火威力 比起一般鞭炮更大 要是貿然拆裝又拿在手上釋放 爆炸威力難以估計 可能造成嚴重傷害 但少年一時貪玩 這下右手遭到重創 恐將留下嚴重後遺症 回到當初 至少郭文財報道 所以請看 我會有很多 你會不會不及 有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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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次